说到手机 大家正在用的或者是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手机品牌呢 也许很多小伙伴使用的都是苹果吧 但是有很多支持国产的小伙伴 即使买得起苹果 他们也选择用国产手机 那说到国产手机 那最强的应该就是华为专题了 华为的手机有多强 相信用过的小伙伴应该都体会过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冒严问题却让华为陷入了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也是让华为的老总人正非先生苦恼不已 很多人说只要华为过了这个坎以后就前景非常好 如果跨不过去 后果就很难想象了 这个问题同样也让不少的网友很操心 很多人关心范围的事情 但是却无能为力 我们除了使用华为的手机助他一臂之力之外 似乎也不能为他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有一个人去做了 他就是李嘉诚 专题 对于李嘉诚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李嘉诚是一个传奇式商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佬 他的经济实力和现在的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 李嘉诚先生对华为的手机前景非常看好 他说自己平常也是用这款手机 也非常好用 现在华为遇到了难题 李嘉诚也不是表面上的支持 在这个时候可以下床站了出来 为华为投资了200个亿 帮助华为度过困难 也是看出李嘉诚的格局有多么的大了 同样都是一个国家的企业 共同联合比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而且他也有这个实力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千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